留言当头,我是威尔 九高大,我是文杰 天马行空,我是兴隆 是,今天是7月17号的早上8点钟 跟大家先说声早上好 那首先呢,第一则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性的新闻 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先看看一则新闻 是说到在太平洋呢 有一座这个小岛 其实是他们叫比基尼环礁的啦 Bikini Atoll 那它这个地方呢 是有受过这个23次的核武器 这个试验啊 那结果呢,那个地区呢 之前呢,就已经这个环境 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 不过呢,现在根据最新的消息说 这个美国科学家呢,近期的发现说 这个地区呢,已经恢复了他们的生态环境 而且呢,据说是成为世外桃源了 不过有个问题,是还没有办法让人类居住的啦 是的,太平洋马兆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呢 在1950年代呢,是美军的这个核场 核四场地 那受到高剂量的这个辐射污染 宣布成为荒废地带 也从1946年到1958年期间呢 美军也投放了总共23枚的这个核弹 嗯,所以当丢了那么多核子弹啊 确实它的那个辐射呢 是还是留,可能会保留在那边 就好像当时这个日本嘛,对不对 当时丢了,投了两枚的这个核子弹 到今天为止呢,依然是有那个后患在那边 那他们所生下来的后代 很多都已经有一些是七型的问题 或者是基因突变的问题所存在 所以这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地区即使已经恢复了一些生态的平衡 但问题还是存在 就在于他们的这个辐射呢 可能还并没有完全的这个散到完啊 那如果是要吃那边所抓到了一些海鲜类的话 嗯,我个人觉得啦 就是可能还是需要小心一点啦 究竟有没有一些基因突变的这个海鲜产品在那边 那我们看看就是说,除了这个地区之外呢 当然有一个问题就出现在于 这边我外加插一则这个小新闻吧 之前我们看到有这个事宜的 就是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叫冲之岛的 这个冲之岛呢 它既然被列为世界遗产过后呢 他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为了保护这个世界遗产呢 就明年开始不接客了 那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这些环保斗士 或者是他们这个国家呢 他们为自己的世界遗产 都非常的小心的去处理 而且呢,他们不介意的 就不让外界去来参观 或者甚至他们不介意 不赚这个旅游的钱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从中可以理解到 就是说,像一些地区 一些国家,甚至一些人士 他们甚至可以为了保卫 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这个文物 遗产等等呢 是可以赔上自己的性命的 对,那这个为了环保呢 有一群力,就是一群智力 保护自然这个资源和徒弟 就有了一些反对非法 伐木啊,保护野生 动物的人士呢 他们不只是付出这个金钱 还有这个经历健康的 甚至赔上性命的 在这今日呢 今年的5月呢 世界各地呢 已经有98名这个环保人士 已经是遇害的 而且呢,凶徒多数 已经在消防法外的一个情况下 嗯,那根据这个 监察事务团体 环球证人Global Witness呢 他们在最近就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 那这个调查报告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他们有在2016年的时候呢 就发现到 大约有200名的环保人士 还有野生动物保护者 土著领袖呢 就遭到了这个毒害 OK,平均呢 看起来每一个星期 就有四个人受害了 那今年情况呢 似乎变得更糟糕了 那从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就很多人 就要那种 当他们去做这个示威 或者集体去反抗的时候呢 都会采取 有时候会比较激进 还是怎么 因为他们也担心 自己身体受害啊 但是我倒觉得说 做环保的人 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是太激进的 他们一般上都是环境的爱护者 如果你会爱护环境 你会爱护动物的话 那严格上来说 你的爱心 你可能会比较泛滥 但如果是这样子 你应该不会采取 是一种比较暴力的手段 来应对吧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 这么推断的话 那是不是说 其实 对付他们的人 其实是心理上 可能就 就比较残忍 或者比较残暴呢 为什么他们下得了手 我觉得他们是为了赚钱吧 因为你看 好像一些野生动物 对不对 如果他们抓到了一个犀牛的话 我们砍下了一个犀牛的一个脚 基本上可以卖非常非常的多钱 也对 还有大乡的牙 对 就是这类似的情况 所以这些环保人士 或者保护动物人士 他们就是等于是绊脚石 就阻碍了这些赚钱人的 他们在保护它 他们就砍掉这些绊脚石 就把这些绊脚石清除 所以你看 就是有很多这些环保人士 他们不单只是保护动物 甚至是包括在可能一些森林 或者是原始森林 那些热带雨林 他们这些树木都很值钱的 那有很多非法砍伐的事件发生 那这些非法砍伐的人士 既然说是非法的 那他们自然也是不能够 也不敢循着这个正魁的方式 或者合法的方式 去得到这个原始的资言 那怎么办 如果有人在阻碍在前面的话 可能他的这个产生 就惨过去了会不会 记不记得那个一部电影 Avatar 记得吧 其中有一幕呢 就是说他们就是要去攻占 因为他们要去拿那个资源 那个资源就是好像是一个石头 还怎么样之类的 会辅助的对吧 他们去开采那个资源 而那个资源刚好就落在 这一群原住民的这个 住家范围那边 那结果怎么样 他们就真的是去攻占 去占领 甚至不理他们的这个性命 直接就把他们炸死了 甚至把那个地区焚烧了 这个情况其实 那个是电影 但是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生呢 说实在的是可能是发生过的 而且呢 发生在哪里呢 就是在可能是我们原住民 所面对的问题 在过往呢 我们看到一些消息 包括我不说远 我就说在马来西亚都好 马来西亚在沙老岳 沙巴 有很多原住民呢 他们是被赶到绝路 怎么样说 被逼搬迁 对你被逼搬迁 你必须到 因为他们要建水坝 再不然就是要砍伐这个树 或者是开发那一个地方 对 开发可能是被逼迁的情况 可能所谓的开发 指的一般上可能就砍伐那边的那个树木 或者是要建那个水坝 这个是很大一个问题 在沙老岳可能有像比南人 这个他们面对这种状况 有很多这些未到人士 去帮他们争取这个权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些争取权益的人 他们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包括可能搞不好 就是一些这些非法人士 他们就采取一些比较强硬态路 比较暴力的手段去对付他们 这些情况确实是常有所闻 那从这一点上 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政府 有时候他们必须加强管制 在这方面受到迫害的 迫害人的这些非法人士呢 然后去保护这些民众 我觉得这一点上很重要 不然的话你看 说到这个环保 为环保赔上性命啊 五个月就有98个人被杀 这情况如果连续下去 是 那它就会造成一种心理恐慌啊 当大家去如果去做这些 味道的举动的时候 可能你会担心 你也担心 你可能是 就是你可能会变成下一个受害者 对 那你家人你会担心你啊 原本是一件很好的一个事情 那结果就变成了 它变成有生命危险的一件事情了 是 那其实在呃 除了就是环保啊 这些保卫环境 保卫动物之外呢 那有一些人是他 他本身的想法是你搞不清楚 他为了可能是一些意识形态的 要争取他们的呃 收到人家认同啊 他去做一些出乎意料的举动 比如说可能是属于一种恐怖袭击之类的 甚至拿这个硫酸去泼人家 或者拿这个腐蚀液体 往人家身上倒 或者从高处丢下来 这个就发生在英国了 英国伦敦在上个星期四晚上的时候呢 在72分钟内连环发生了 5宗的腐蚀性液体的袭击 那这一次呢 已经是达到了 在今年呢 就达到了199宗了 比去过去呢 是增加了非常非常的多 是这个事情其实发生在星期四的十点 呃 晚上十点的25分到11点 呃 三十七分之间的一个事情 呃 在伦敦东北部呢 连接发生的就是无中的 就是用这个破腐性液体呢 就袭击这些众人了 呃 抢去这个受害者的呃 摩托等财物 那预袭的 预袭的呢 都是男男性的歧视 年龄都是介于在24岁到52岁的 那他们受伤的程度是到年部 手部都有不同的程度 在已经是灼伤的 然后呃 警方也在凌晨呢 就是逮捕了 分别有15和15岁和16岁的两名 呃 涉及这一个涉案的一个涉及人物 他们控以 控以伤人和抢劫这个罪 其实他们这个攻击人的目的是什么 在这篇报道里面 没有实际上说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说了 就我 像刚刚我们之前说 一些人去攻击人家 他目的是要清除这些绊脚石 还是怎么之类的嘛 对吗 维护自己的利益 但是现在他们做这种腐蚀性议题 去泼在人家身上 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达到这样 而且这些都是无辜人士 跟他们无怨无仇的 甚至不是他们阻碍他们 去发达的这些人 为什么他们要做这种事情呢 那是不是心理上有一点问题 还是说纯粹就像一些恐怖分子 这些他们极端分子 他们的脑袋想的就是 总之我要我要争取的是一些 不是个人利益啦 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权益 那这争取要怎么样 他对付的是一群人 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 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是 警方逮捕的两名是只有15岁和16岁的一个男生 你看年纪那么小 他们为什么要去破这个有腐蚀性的一个液体呢 而且在路人身上呢 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大胆的一个举动呢 是谁教他们呢 还是透过哪里学到回来呢 这个才是重点我觉得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怎么得到这个腐蚀性议题 从哪里得到的 这也是一个关键点 然后为什么可以卖给他们 所以从这些线索 他必须去找出来 这个原因必须发生出来 那犯罪学家呢 其中一名犯罪学家叫哈丁的嘛 他就说了 其实栓性的议题呢 是犯案首选的武器 当他颇向这个目标的脸的时候 或者手脚的时候呢 他就直接会影响他的行动力 或者他的势力等等 那对方呢 就可以直接跑掉了 就是这个攻击人就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逃掉 那还有什么呢 就是藏刀持刀商人呢 也是这个也是挺多的 但是刑罚呢也是比较重的 不过呢 如果是用腐蚀性议题呢 他的罪名是怎么样 为什么这样多人选择用腐蚀性议题 原因就是因为他罪名比起用刀商人来得轻 你这个腐蚀性议题破人的话 顶多是被控严重伤人 但是用刀袭击呢 是可以被控意图谋杀的 所以在这种罪名的落差之下 他一样会伤人呢 但为什么是一个叫意图谋杀 一个叫严重伤人呢 所以这种法律上如果有这种调整 比较到位的话 那也许人家也不太敢用这样腐蚀性议题去攻击人 因为用腐蚀性议题攻击人的话 腐蚀性议题可以杀人的你知道吗 他真的可以杀人的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刑罚是比较差不多一样 等于同等了 你用来破人的话 你也一样是被会控杀商人或者杀人的话 那我相信就大家会在考虑一下 要伤人方式是用什么 而不是用腐蚀性议题 但无论如何 必须要找出问题的根结所在 为什么会有人去做这种事情 第一 然后这些犯罪者 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 他在想一些什么东西 像你说十五六岁 十五六岁我们在干嘛 还是学生啊 学生啊 上课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十五六岁你会想过去杀人 或者去骇人 可能是一个无心的 比如说玩耍无心伤到人啊 那个是是无心之师嘛 对不对 但是现在是故意的 而且你明知道腐蚀性议题会这样子来伤到人家 所以怎么有这种情况呢 搞不清楚 那我们看关注一下 你看我们应该说到这个恐怖分子 还有鸡蛋分子啊 不可忘记的就是IS 以色列国这个恐怖组织啊 目前呢 他们在伊拉克大本营就是摩苏尔 之前就被这个伊拉克拿回去了啊 就是伊拉克那个军队已经攻下了 就拿回摩苏尔 所以大举国欢腾很欢庆啊 那当然过后的这个善后工作呢 就必须要去处理啊 怎么重建这个地区呢 都是这个伊拉克 还有在伊拉克背后资助的国家呢 他们必须要去想更深的一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好了 那现在摩苏尔这个大本 这个IS大本营呢 既然被伊拉克夺回去了 现在这些恐怖组织 他们怎么办 他们现在做的方式呢 可能也让人有点担忧了 就是化整为零 意思是怎么样呢 就是走回去他们过往一开始的这个道路 就是所谓游击战 就是毒狼那种方 他们一向来的攻击都是毒狼的方式 所谓毒狼呢 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出动的啊 他不会群体的去攻击的 现在你化整为零了 你不斩草除根 赶快把这些人全都找出来 然后我相信这个会有一点点的担忧 我个人我看起来是比较担忧的 你想想一下 你要攻击整个团队容易一点 还是去攻击一个一个一个 这样攻击比较容易一点 当然是团队吧 对吧 这个目标比较大 你整个集中一起嘛 你一颗炸弹就把它炸毁了 但是你现在分散了 你要想象一下 你的敌人突然间从一个一整团 就是你看到是一个团队 分散了 而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那恐怖性是有多高 你不知道你走在身边 在街上 就是不是在其中 混在其中一个 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人了 是 根本就不知道 从哪里开始斩草出根了 是 而且呢 现在还有点担忧的情况是 这些IS的里面的成员呢 之前就很多这些青年啊 年轻人士都已经加入在里头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造成一个很大的 让人担忧的事件 像你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新闻 15 6岁的 不懂他们 他们的背景是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 然后IS里面有很多这些 很年轻的人士 也加在里面去 所谓为他们的理念 理念理想斗争 但这种理念理想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上 毁灭别人性命的这个基础上 那是不是有一点的这个偏差了 为什么他们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那就看到说 现在有很多恐怖分子呢 他们已经就就根据这个报章说 是有一些是海归了 就从海外回来 回到他们自己这个地区 或者他们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基地了 现在美国呢 和伊拉克呢 他们必须要 要真的去严格的去关注和审查 每一名出境入境的一些人士 因为毕竟现在你把他的大本营 摸出我躲回去了 那他们这些大本营也散了 人也四处去散到其他地方去了 那可能会不会逃离到其他地方去呢 还是继续躲在伊拉克境内 还是跑到叙利亚 还是土耳其这些其他地方呢 就必须真的去严格的把关 不可以让他们就脱离了 不然的话可能会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会面对更多的这个袭击存在 这个不是一个恐吓或者是吓人的一种说法 因为毕竟是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 不停的地方 不停的地方